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香港的回忆来的 是一个香港集体回忆 大家对80年代香港以前的夜生活 其实也是很有人情美的 不过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很陌生的 因为都不知道那时候原来香港是这样的 其实在80年代我们很多 《色彩月亮太阳》 《母厅》 这些很修得的电影 其实都是用这种题材 所以那次跟阿貞哥聊一会儿 不如拍一部这样的事 很多年轻人就在一个 也是一些成年人的回忆 这是香港当年最光辉的日子 其实这套剧是那个年代 有时候去阿耶总会都谈生意 都是一些很正常的场合 这个一定是因为80年代 为什么回忆香港最蓬勃的时候 那时候只是很多人来谈生意 很多人回大陆开场 然后都是在那个时间 在夜总会谈生意 所以夜总会就很旺了 现在的经济差了 所有人就少了 所以其实原来这些走马 就是红德陆的夜场 其实正在反映当时凡政的灵态 你有没有小小回忆跟我们分享一下 小小回忆 看回电影就知道了 在这边上下了 因为都有小小声音 就说这部电影的尺度比较大一点 那你自己有几分 其实我们照顾很多不同的人 比如下路上车 一些是家里的东西 一些是社会性的东西 其实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反正社会 其实看电影就是这样的 从不同的娱乐角度 从不同的资讯里面 带给大家不同的信息 有没有什么题材都很想看到 很想下面的人都开什么新的期间 我现在都尽量给大家发挥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些 其实很难说没有拍过的 就是很久没见了 或者是但是一些 都是关心社会的东西比较多 因为始终TVB是一个 比较上是为市民服务 民生的一个电台 所以都很接近很多民生的题材 如果您会发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